及时新闻综合报道,年底选举在即,前交通部长叶匡时屡次被点名,代表国民党参选台北市长,对此叶表示无意愿,并称主要是太太不答应。 联合报报道,叶匡时今上午前往台中提有一角逐下届台中市长国民党立委将启程站台。 报道指出,记者询问是否将投入北市选站,叶匡时表示自己最近除于基金会当志工,也在找工作,没有选市长的规划,也无人找过他,至于不选原因,叶匡时直言,主要是太太不答应。 国民党立委讲万安1月19日正式宣布不选北市长后,外界纷纷点名参选战将,叶匡时便是其中之一,当时他并未正面回应,仅称重点不是谁选,而是如何才能做出贡献。 然而,叶医院31日又与脸书透露,因不想成为自己验尊的人,决定提早从专时大学教授退休,部分网友文询再度立拱叶出来选,要他替台湾百姓做点事。